嗨,大家好,我是Micky老师 今天要分享的绘本是 小云朵 我们可以看到书上有一个小云朵 它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赶快来看看吧 嗨,小朋友,你们好 我是小云朵 我是一朵云,一朵很小的云 我到底有多小呢? 你们看,我站在普通的云旁边 我真的好小,好小哦 其实,小也有好处啦 大家都会给我取可爱的绰号哦 像是小家伙 小不点,小点心 谢谢他们为我取可爱的绰号 但是我自己也有很多的小朋友哦 像小松鼠,小鸟,还有风筝 他们都是我的小朋友 有时候啊,不管有多几多几 我一定会找到一个很棒的位置 我最喜欢看烟火了 好漂亮哦 有的时候啊,我会从窄风里面偷看 对不起哦 有时候我会躲在一个很窄很小的地方 他们都找到一个很棒的地方 可以让我睡一个很甜很舒服的觉哦 那就是月亮姐姐的身上 谢谢月亮姐姐 但是啊,当大云朵 他们常常都会跑出去 做一些重要的大事 哎,小云朵,快来啊 我们要用一场大大的雷雨哦 是啊,我们要去给农田浇水 啊,还要去让大河的水滚滚流动哦 要不要来呀 嗯,不了,谢谢你们 我不去 我在这里等你们,看你们就好咯 小云朵远远地看到大云朵 做一些重要的大事 然后下起大雨 哗啦啦啦啦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小云朵一看 他也好想做那些重要的大事 我好想要让花园里开满花 我也好想让小溪冒水泡 我想要让瀑布滚滚地向下流 我还想更有趣的是 让小朋友可以停课一天 嗯,这个晚上我睡不着觉了啦 我要怎么样才能做出重要的大事呢 隔天 大家都不需要我耶 我好难过 第二天 小云朵的老家 小云朵的老家有了一场暴风雨 天色阴暗 雨下得好大 风力很强 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轰,轰,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啦啦,噼啦啦,噼啦啦啦 结果小云朵 结果小云朵被吹到好远好远的地方 离开老家好远的地方 在这里他一个朋友也没有 嗯,你们好吗 这里的烟雾啊,好像也不想认识他耶 哎,小东西 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一区哦 好小的云朵 嗯,对呀,我是小云朵 很开心认识你们哦 就在这个时候 他听到了一阵没有听过的声音 呱呱,呱,呱 哦,他看到了谁呢 他往下一看 看到了一个池塘 可是样子却很像一个泥坑耶 嗯,小青蛙 你的池塘怎么了 嗯,快干了啦 这里啊,一点都不像池塘 像一个泥坑啊 这时候 小云朵有一个好主意 他先憋气 让全身膨胀起来 嗯,然后啊 他全身变成了好看的蓝灰色 呃,他继续变的 呃,就像快要爆炸一样 他不停地摇摆他的屁股 然后发出好大的雷声 哄,哄 虽然不是打大雷 但是啊,也足够让人知道 出门要带雨伞咯 接下来 他就开始做一 他想做的事情咯 那就是 让天空下起大雨来了耶 哇,哗啦啦啦 哗啦啦啦 哗隆,哗隆 然后啊,小云朵 把雨水下在小池塘里 变成了大泥塘 他继续把雨下在大泥塘里 直到大泥塘变成了一个像样的池塘哦 哇,他刚刚把事情做完 就有好多好多不同的青蛙 从不同的地方 短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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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跳到了这个池塘里 罗佛... 罗佛... 谢谢侯 秦娃们大声地喊叫 小云朵好累好累 但是他好开心 连那些大云朵的老前辈们 看了以后都很佩服他 哎呀 做得好啊 是啊 真是好办法 我们早就知道你有办法了 小云朵也好开心 谢谢你们的鼓励了 我相信我一定还可以做一些 不同的重要大事 然后小云朵就这样飘走了 小朋友你们知道 他飘到哪里去呢 他来这里下雨耶 然后让瀑布的水滚滚的流下 让小朋友可以开心的玩水咯 好故事说完了 好听的话请给Micky老师拍拍手 可以的话请去买这本绘本 小云朵 小云朵